深燃深燃开径原创作者苏奇编辑金于凡既然有人看到了皇帝的新装那为什么还要再做下去呢一位行业人士道出了联合办公行业的困境联合办公集体狂奔的前两年名声大于利润明明不赚钱的会员模式固执一路被吹捧的过高根据暗媒咨询数据显示 截止到2019年国内联合办公品牌入住率在90%以上的只有3.3%有将近70%的品牌入住率不足七成16.4%的品牌入住率甚至连50%都不到 一个需要踏踏实实做销售做运营的行业不遭疫情黑天鹅入住率方面的压力可想而知作为中国联合办公空间运营商龙头的优客工厂 从2019年底递交招股书以来 赴美上市的计划几次撞上枪口 加上疫情冲击 最终借到USPAP模式 曲线上市 明明是一见喜事 即上市之后的表现却让全行业倒吸一口冷戏 目前市值5.01亿美元 几乎相当于其最高峰估值30亿美元的六分之一 背后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不赚钱 据招股书显示 丢个工厂在2017年2018年及2019年的净亏损逐年扩大 分别为3.73亿元 4.45亿元 8.06亿元 以加至2020年上半年亏损的1.89亿元 丢个工厂从2017年至今已累计亏损超18亿元 联合办公行业本就是一条环环相扣的产业链 涉及到租户 联合办公空间 写字楼 投资人 最可怕的是 整个链条到最后没有一个人赚钱 最后不得不靠拼命融资补写 估值一缩再缩 丢个艰难上市 丢个工厂终于摘得了联合办公型第一股 但是已被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收购的形式 美东时间11月18日 丢个工厂宣布正式与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Orsan Acquisition Port 简称Orsan的业务合并 A类普通股和权证分别以UK和UKUNW为交易代码 开始在纳斯达克市场交易 丢个工厂上市背后 今年7月传丢个工厂要绕到Earth Park上市 比时其估值降至7.69亿美元 与曾经的高峰估值30亿美元相比 以缩水超期成 11月24日 UKUNW正式敲钟 上市当天开盘借9.25美元 收盘借报8.3美元 股价下跌4.82% 总市值6.18亿美元 与上一轮相比再次跌去两成 截至发稿 即市值跌到5.01亿美元 同时 看似风光的UKUK工厂 背上压着沉重的对赌 公司净收入在2020年到2022年达到特定目标 或在一定期限内 10股价达到特定标准 才有权获得Orsense公司UKUNW 最多400万股普通股的收益对价 众所周知 UKUK工厂原本是打算独立上市的 早在2019年12月份 UKUK工厂就曾向美国SET公开递交招股书 但时逢行业老到WeWork上市得己 二级市场不愿意再为联合办公行业 虚高的估值和烧钱的模式买单 无奈UKUK工厂只能买壳上市 但仍在扩张中的UKUK工厂 研读其招股书可以发现 UKUK工厂的收入主要分三类 会员费 营销服务和其他服务 其中会员费主要来自 共享办公业务收取的租金 此前 会员费是UK工厂的主要来源 约2017年 2018年在总收入中的占比高达92% 到2019年前三季度却突然腰斩至48% 约为4.2亿元 与之对应的是 市场及品牌服务收入在2018年全年仅为2460万 2019年前三季度却猛增到4.03亿 也就是说 2019年前三季度UK工厂的 其招股书中称 2019年前三季度大部分的营销和品牌服务收入均来源于一家数字整合营销公司省广 众说 UK工厂与这家公司颇有渊源 曾于2018年通过1.5亿元获得了其51%股权 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吴振飞也成为了UK工厂的CMO 这一操作在业内被称为买流水 2020年上半年亏损继续 UK工厂营收3.98亿元 经营性现金流已经转正 净流入241.8万元 但上半年亏损1.89亿元 2017年至今 UK工厂已累计亏损超18亿元 至于亏损原因 UK工厂在招股书中将重大损失解释为门店扩张 门店重整 门店收购等需要大量的资金 UK工厂在2018年底运营162个空间 到了2020年第二季度这一数字上涨到185个 新开的变成了包袱 更别提其前后收购的八家联合办公品牌 宏泰创新空间 碎片空间 无界空间 WEDO联合创业社 Workingdom 艾特重创 火箭科技和方唐小镇等 需要多少资金了 值得庆赫的是 UK工厂拿到了一张通往资本市场的门票 但这只是第一步 资本市场很难包容一家没有盈利能力的企业 根据Orison Acquisition公告披露显示 就在UK工厂登陆纳斯达克前两天 值股10%以上的大股东Glazer Capital LLC以10.2美元的价格 竟卖出70万股 联合办公 是为命题吗 实际上 早在联合办公鼻祖WeWork上市折洗后 资本市场对联合办公概念已不再看好 联合办公是个为命题吗 对于这一问题 前SOHO中国高管在一次访谈中指出 联合办公绝对不是为命题 只是在某些方向上犯了根本性的错误 物业的选择就是其中一点 在这位专家看来 联合办公进甲A级写字楼 无疑是自寻死路 他解释道 商务中心一般都选在陆家嘴的经贸 上海中心这些地标性建筑里 有些企业有进写字楼的能力 只是由于人数的原因 没有必要选择半层楼面积去租赁 那他可以通过商务中心进入 像很多高级的咨询公司 其实就是很适合的 但联合办公服务的往往是只需要交通便利 成本较低的甲B物业的企业 卖点应该是沟通和互动 WeWork开始不是出生在第五大街最好的甲A级写字楼里 而是在废弃的仓库里进行改造 但 选址和装修 更雪上加霜的是 年轻的互联网企业稳定性没有那么强 导致结果就是价格敏感度高 租期随时会变 联办门的客户组成正在发生变化 中小型企业相比之前少了很多 更多的是大体量的公司需要场地 按面积付费 联办门顺势定制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深然 联合办公们转型也是在必行 2019年以来 国内联合办公玩家不约儿童 一方面 在无法靠租金实践快速扩张 自身运营开交巨大的前提下 规模效应对优客工厂这类联合办公空间来说 仍旧显得不切实际 另一方面 原本联合办公玩家们想用自营的方式实践快速规模扩张 增加对整个物业的把控力 但需要一定精细化运营的能力 得从打磨产品开始做起 愿意花多少精力 能取得多大成效 也是问题 比如优客工厂强调自己是一个平台 能对接很多服务 但这些服务到底是否专业存疑 比如说HR服务 房地产的HR和医药行业的HR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有办法去兼容 这和我在外面自己找个外包公司做有什么区别 上述业内人士称 一个新变化是 今年优质写次楼市场整体控制率上升 以往靠地理位置坐地起架的方式失效 还与酒店和娱乐餐饮行业一损续损 那就需要一些创新系列来盘活自己的资产 一部分业主开始接触联合办公 邀请其进入到自己的物业体系 优客工厂看到了其中的机会 但没有那么简单 在上市敲钟仪式现场 毛大庆给出了优客工厂的新定位 楼宇经济加多元化 企业服务加社群电商服务的平台 大量经营性地产和办公空间释放出来 原因是底层经营不善 或在运营过程中出现困难 这显然也不是一块肥肉 行业在经历了过于乐观 过分悲观的情绪之后 已经开始回归理性 联合办公行业今年进入筛选期 资本须向与保守 有投资人预判 随着优客工厂上市 今年行业将缩减规模 留下几架有整合资源能力的 头部企业进行整合并购 使市场逐渐恢复 新号题图来源于PEXOS Zirbridge高龄咨询 对本文亦有贡献